哎 累死我了 忙活了一天 道歉花能挤一百块钱 我真是太命苦了 咦 小医师 你怎么浑身发紫 不会是有狗袋了吧 看你两手空空 药材肯定是没搞到了 赶紧先用冰块把它包裹住 可以缓解病情 抑制它体内的浑浊之气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 就好家里有冰箱 不用带来人跑去冰原 只要在这里一直点冰块就能源源不断跑出来呢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差不多够了 最近天气太热了 大哥兵过来给小医师清凉一下 小医师 你坚持重 我一定会救你的 花能姐姐 早上好呀 你有没有更快的赚钱发紫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龙蛇兰 有是有 不过会很累 拿上钻头去给我挖三组黑金石回来 我就给你十颗灰色龙蛇兰 黑金石可不好挖呀 况且我上哪找这么多黑金石啊 附近有一片黑金石森林 也不知道谁搞的 那里的树木甚至泥土都变成了黑金石 你去那挖就是了 那三组黑金石就是一百块钱 倒于一万块针石呢 不过你要这么多黑金石干嘛呀 小妹妹算数还挺好的 毕竟这东西最坚固 自然值钱咯 至于用途 告诉你也无妨 我打算请方圆百里最好的铁匠打造一套黑金石装备 只需要大量的黑金石就能五折换取装备 不计最好的铁匠除了矮人村的铁匠还有别人吗 对方就是矮人村的铁匠 只不过年轻人是犯了错被赶出村子 现在在山沟里开着铁匠铺 不安稳的日子罢了 问问问这么多问题 你是石王哥为什么吗 还愣着干嘛 快去快去 好嘞 那我多挖点 说不定还能换到中备 就是这里了 果然只有这一片不正常 耽误之际还是赶紧干活 真不愧是最坚固的石头 平均每十秒才能挖掉一颗 没有先通钻头也只能埋头骨干了 唉 好累啊 要是我也有挖矿机就好了 去人家叫我吗 妈呀 我跳的是挖矿机 不是黑坏机 别过来啊 偷偷偷 可恶 上门找打火力啊 钻头撸死你们 旁边还有很多黑坏机 也一命解决了 支持一群菜机 别以为让个子败就能得意洋洋 搞定 总算好好挖坏了 可是按这个速度挖下去 估计小医师妹就回来 我都要累死了 不如试试能不能让空间宝石把物品转移到我口袋里 转移物品 传送物品 乖乖宝石也真棒 唉 看来说我想多了 还是自己挖吧 哇塞 风浪一下就砸出一个坑 幸好黑星石没被破坏掉 给你捡起来 原来这群是自己挖 空间宝石的技能真是没有边界呀 鼠一鼠 到底已经有五组黑星石了 我去换药材啦 华龙姐姐 我回来了 写冻给你 冻出来的材料也顺便帮我打造一套呗 好说好说 毕竟这材料来之不易 来之不易 等等 那还就是森林博士有毒吧 那当然了 不然我早就自己去了 这不是谋财害命吗 有毒还让我没戴口罩就去了 戴口罩也没用 不然你以为钱这么好赚吗 罢了罢了 再送一朵橙色龙手栏吧 自己拿走 哼 先生 我要再也不帮你了 杨村哲 你快帮我看看我中毒了嘛 我刚刚去了黑星石了森林 会不会命不久已啊 别担心 以你的修为 睡一觉就没事了 那就好 龙水来还差一些 我再细想办法吧